天才之争,王天一成功逆袭,放翻红制,不可思议,在象棋的巅峰对决中,有些瞬间被铭记于史册,永不被遗忘。 今天,我将深入探讨一场超越智慧与策略的战斗。 王天一逆袭放翻红制,是一盘不可思议的千古名剧,选自第六届碧桂圆杯冠军邀请赛,那是一场寒风凛冽的决战,象棋棋盘上溢满了无尽的可能性。 红制象棋界的传奇,一直以来都无人可敌,而对阵他的是年轻的王天一,象棋界的新秀充满活力和决心。 从一开始,红制的精湛技巧似乎压倒了年轻的对手,他牢牢掌握着局势,一步一步地将王天一逼入绝境,但就在局势似乎无法挽回的时刻,王天一展现出了他的真正实力。 一着着,一步步,王天一以世间罕见的耐心和智慧开始逐渐扭转局势,他的棋局变得越来越复杂,充满了悬念。 观众的心跳似乎也随着棋盘上,但每依着棋子而跳动。 红制的经验与王天一的年轻活力之间的较量,成为了象棋史上的一场壮丽巅峰之战。 这是一场超越棋局本身的对决,是智慧、耐心和毅力的角逐。 最终,当棋局进入高潮时,王天一以令人震惊的一朝棋,汽车砍炮所定胜局,带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。 这一瞬间,象棋世界为之瞠目皆舍。 这一局象棋,不仅是技巧和战术的对决,更是毅力和决心的胜利。 它教导了我们,在面对困境时,永远不要放弃,因为胜利可能就在下一步。 关注行者象棋,一起回顾这场象棋历史上的不朽之战,探寻其中的智慧和激情。 这是一场你绝不能错过的对决。 一场永恒的象棋传奇,快来深入解析这一局棋。 评论区发表你这其中奥妙的独到见解吧。 一窥背后的故事,感受胜利的欢呼声和失败的沉痛。 一局棋,一场传奇,一段永不磨灭的历史,让我们一同领略象棋的魅力,共同追随王天一的足迹,探寻这个时刻的真正内涵。 这是象棋历史上的伟大时刻,一场赞颂智慧和坚韧的盛宴。 你绝不能错过。 将军 将军 请不吝点赞订阅 将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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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订阅